老秦觉得呢 老秦说什么 找我了吗 人是夺不过的 老秦一会儿把耳朵 塞耳朵哑了 就见家长 这个 我也没想那么远过 但是我妈跟我说的是 就是你觉得可以带回来 你就带回来 那你带回去过吗 就带回去过 但是那会儿 那会儿带回去也不是 同学 就同学 那你妈呢 是符合她那标准吗 我妈跟她玩得特别开心 其实他们玩得挺好的 那你妈很可爱 对 我妈好像觉得 等管得住我的就 对 好了 天哪 你这么难管 我觉得见家长这个事情 你看很多成功的恋爱 通常是两年三年 从谈恋爱到结婚 这一年下来 把所有的节假日都过了 逃不过这个节假日 你要见你的朋友 见你的同事 见你的家长 这些 其实都是考验感情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关卡 对 是 情人节不仅仅是你表示 它其实是个约 是一个指标 今天的情人节 我给谁留给谁 你在情人节里面怎么表现 这你得表态的 所以节假日对虚假的爱情 是一个杀手 经过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 说的对 是吧 说的太对了 其实Ren今天就是把罗颖 带到成都去这个行为 其实是让她看看 自己生活过的地方 让她看看自己工作的状态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会把自己的另外一半 就是带到自己的 那个工作领域里面来吗 我自己工作的状态 其实就是我在书房的状态 所以我太太很早就知道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走走 不是吧 是你在学校讲台上的样子 哇 你发那个演讲那个 天哪 真正的经济化 这不是很浪费 这不是外国的语言 这不是数据 这不是魔法 讲台上的样子 我从来没让她来上课 来听课 因为我很怕我会笑场 你为什么会笑场啊 她会觉得我真实中不是这样的 上课的时候一本正经 在家里不是这样的 就是太太一边的牙 看着说小样 对对对 讲解一件事就是 其实我们的工作经常有交集 就不会有什么陌生感 但是比较好玩的是有一次 因为她在香港打拼过一段时间 她有非常多的香港的导演朋友啊 动作导演的兄弟啊什么的 我第一次去见她香港朋友的时候 傻了 不是傻了 我说我要见谁 她说是合作很多年的 一叫李中志的动作导演 我们叫志叔 人也是拿金像奖的 然后我这个人主持人的职业病就上身了 我说那我查查资料吧 来看一看是谁 一看说吕丽丽这么厉害呢 然后我就怀着一颗见演艺学前辈的心情 我就去到那了 结果我人还没坐呢 那个志叔直接站起来说 阿嫂 阿嫂 我第一次人生收获到阿嫂这个称呼 我一半是好想站起来跟她说 客气了客气了不必不必 然后另一半想说 这不就是港片吗 所以其实工作是赋予人这种魅力的 你呢 你会让你谈恋爱的另一番看追你的剧吧 追我的剧 嗯 失败的经历就不了了 之所以今天还单身 就是因为过去的都没有成功嘛 所以失败乃成功之母 就是不断地吸取经验 不断地总结更好的计划 为霹雳的到来做二十足的准备 我今年就预感 今年应该能成 祝福你 一定能 二零二二年的一月一号就许愿了 今年一定会拖戴 我感觉你们没有一个人 祝福你 好 一定行 非常期待 一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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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我问问直觉派好了 因为老秦看的时候 经常有那些小感慨 又学到了 那你学到啥了 那个 我原来的你 我也不一定会喜欢 我喜欢的是现在的你 我这句话真的 我还可以这么说这话 邪道了 我邪道了 你也感觉到就是 能能是很照顾罗拉的 对不对 对 现在有个词叫什么 爹 爹系男友 对 爹系男友 很爹系男友 就是把另一半照顾得 无微不至的这种 你如果谈恋爱喜欢这种 特照顾你的 还是你是爹系男友 怎么说呢 就我自己可能 还真是属于爹系男友 就是我会有一点 但是就还没到像 他们这个 这个岁数这个程度 可能会照顾得那么细 但是我会一直在考虑 要怎么去照顾 就是心里有想要照顾的愿望 但是可能就是在生活细节上 不一定能够面面俱到 对 我觉得无微不至的照顾女友 或者女友照顾男友 我觉得当然是一种 很好的品质 但是我会问 这种品质的代价是什么 你除了这个品质 还有没有别的品质 你每天下班回来陪我 当然很好 你什么事都 什么事无巨细都想着我 当然很好 但因此你还想工作吗 就是你主打的 是不是就这一项 这当然是一个加分项 好像景田说 有人给我早上做早餐 我就一定交给他 真的吗 对 它其实还有很多 更重要的品质 在旁边做考察 三十岁已经找不到了吗 不是不是 别说我 我离三十岁还有六年 别凶我 因为二十岁到三十岁的时间 忙着找工作的方向 像老秦这样的 像咱这样的 赶紧把年龄忙忙 你这拉一拉 像咱们这样的 这些忙忙事业 但是早晚都会有 看我们这节目的 现在还是单身的 2022年 大家跟着我一起脱单 咱们定了 好 定了 定了 我们已婚的跟着国家 为你们开心 做什么小法 为你们开心 甜甜脱单以后 我们这个节目 再做一个翻外 对 专门记录你 庆祝一下你 那个找人找一个 好玩的地儿 拍个外警察 我觉得他们依然单身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单得起身 就是现在都过得挺好的 我就慢慢找 找个最满意的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第一期的时候 说的感觉跟那个 薛老师差不多 我是觉得 他们还是有很多选择的 但是我看完到现在下来 我觉得除了有很多选择之外 也有很多生活的拉扯 跟无奈 会有很多现实的考量 在他们的身上 家庭的 工作的 未来的 个人的 双方的都会有 谁不想为爱 轰轰烈烈一次 可是有些事情 是不允许你那么轰烈的 但是不能就是否认单身的人 也是有加倍的孤独和寂寞 这个是肯定的 你说你是吧 我是 把心里话都出了出来了 天天就担得起 但我不是 你不是 我是 你是担不起了 我是有一种感受 就是可能在二十来岁的时候 还是一张白纸 就是可能尤其是在情感方面 那到了三十加的年龄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是 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情感经历 有的甚至非常的刻骨铭心 正是因为这个经历吧 这个阅历让他们就是会有 各种各样的怀疑 对自我的怀疑 对爱的怀疑 对对方的怀疑 或者说对亲密关系的怀疑 所以他们就会变得很小心翼翼 非常谨慎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二十加的区别 就就在这 我看他们的感受 就是有种这样的感觉 遇到了爱的对象 还是要勇敢地往前冲 但是呢 就也不要将就 不要去错误 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 单身有单身的好 谈恋爱有谈恋爱的好 这都是一种选择 一定是你现在最好的选择 因为这个主动权是在你手里的 我很渴望那些拉扯 快来伤害我吧 我很想赶紧拉扯一下 爱里的酸甜苦辣 我都想尝个遍 对对对 你在被拉扯的同时你在想 我为什么谈着恋爱 我怎么看平常 对很多人也跟我说 等你那个什么结婚了 你就知道多少那个矛盾 什么要处理什么的 我很愿意处理 我有时间 我愿意处理这些事 很想处理 非常好 你这样的心态非常好 你一定是个好太太 谢谢 你刚才那句 谢谢拿出了获奖感言